由于美国在近期对伊朗展开大规模的武装封锁,伊朗的局势变得空前紧张了起来。 为了维持伊朗民众与政府共渡难关的决心,伊朗加大了领导人对民众的各种讲演,通过舆论的方式维持人心。 除此之外,还通过军事能力,既向外界也向民众表示,伊朗军队有能力保障其国家安全,并反击所有的外来侵略。 近日,伊朗在其国家电视台上播放了一段视讯片段,该视讯对外披露了一处装满导弹的地下仓库,充分地秀了一把肌肉。 据参考讯息网,6月2日,援引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5月31日的报道。 伊朗国家电视台展示的视讯片段,显示的是一条位于地下深处的很长的隧道。 里面装满武器、卡车,以及看起来,属于吉亚姆-1型弹道道带系统的配件。 在该仓库聚集委入口的外面,还悬挂住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和总统哈桑洛哈尼的巨幅画像。 除了展示其导弹仓库,伊朗军队还借此展示了其导弹整备以及发射的过程。 美日电讯报评论称,该视讯作为一个讯号,除了有效地向本国国民振奋士气,还向西方展示了其导弹的打击能力。 英媒的报道指出,眼下正值伊朗与西方关系的微妙时刻。 由于军事上美国向波斯湾派遣航母和B-52轰炸机,外交上力挺以色列、沙特等反伊朗的国家,经济上又切断了伊朗的经济命脉石油。 伊朗在这种状态下,向外界展示其武装力量,无外乎就是展现其抵抗西方制裁,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 而随着伊朗近期持续提升其对油原料进行浓缩的行动,其制造核弹头的几率也越来越大。 上个月中旬,俄罗斯专家曾撰文称, 如果伊朗的核离心机的数量足够,那么在一年内重启核武计划不成问题。 而这次伊朗展示其导弹的库存,以及整备情况,也说明伊朗在核弹头的运袋装置上并不缺乏。 综合起来看,美国必须要评估其盟友受到核弹头打击的可能性。 而根据美美此前披露的讯息,美国已经开始向中东地区批量增派地面军队,以应对伊朗威胁。 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武装冲突带有一处急发之势。 尽管在这种情况下,美伊双方都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并尽全力增加自己在谈判桌上的筹码。 而美国一方面搞极限施压,一方面要求与伊朗进行新的谈判。 但就目前局势来说,在没有得到国家安全与主权的保障之前,伊朗在绝对不会接受美国的谈判邀请。 而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伊朗不接受美国一边恐吓威胁,一边寻求谈判的态度。 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抵抗。